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中间蝴蝶蓝 这个是在蓝展买的个体 黄醇的个体 黄色的醇非常漂亮非常艳丽 可惜没有开到一般型的个体 我比较想要开到一般型的个体 因为这个是自焦苗 就是用黄醇去教黄醇的自焦苗 那它后代呢 在现场其实有看到一般型的个体 就是跑回一般型的 那这个黄醇的个体 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多了 如果是分身苗就会长一模一样 那自焦苗的话就有可能会 跑回原来的样子 那这一颗呢是在国际蓝展买的 这是双芽珠 你可以看到两个芽 长两个侧芽出来 中间型蝴蝶蓝 这个叫中间型蝴蝶蓝 intermedia就是中间的意思 中间蝴蝶蓝的意思呢 就是两种蝴蝶蓝互相交配而来的 阿婆蝴蝶蓝 菲律宾的阿婆 加上菲律宾的EQ 交出来的后代就产生这个状况 这个在天然的状况下是有的 我们叫天然杂交种 在深圳的世界上是有这个东西的 不过数量很少 那当然经过人为的交配以后呢 就会多了 就是你会发现有人用EQ 去加上 去加上阿婆 就会产生这一类型的后代 那当然了 它的交果率 当然也没有一般形态的 阿婆或EQ单独的交果来得好 不过呢 它就可以产生这种后代 那这个黄蠢呢 就是再去选 选出它的漂亮的优秀的个体以后呢 再去做培养 这是选出来的后代啦 那你可以看这个黄蠢是还蛮漂亮的 虽然我还蛮想要说 它跑回原来的色泽的 那当时就买了一颗 这两颗的 这两颗是侧牙珠 所以到时候会一起上板 是拆不开 除非你把它切开 不过切开有可能会造成感染死掉 所以就比较麻烦 那这一类型的蝴蝶蓝呢 大部分都是在春末夏初开 因为EQ是在夏天开的品种 那所以呢 它的开花季是比较偏夏天 比较热的时候 那秋冬的时候 EQ就不开了 所以呢 它的品种品系呢 因为两个的个体 一个是阿婆 阿婆大概都在春天开 那EQ大部分在夏天开 它们两个交配以后的性状呢 就会变成大部分都在夏天开 这比较有趣 那它有很多种形态 有红唇的 有黄唇的 有一般唇态的 那这个是黄唇的 就是特别选出来的个体 那它的花朵的大小 也介于阿婆跟EQ之间 EQ的花比较小 而且花絮比较多 那阿婆的花絮通常比较少一些些 但是它花比较大 那EQ加阿婆下来的结果呢 就是花变小 但是花朵会变多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特色之一 而且比较容易长高牙 原本的阿婆是不太会长高牙的 那个品系是 几乎不太会长高牙 偶尔 那但是EQ很容易长高牙 那所以呢 状况就会变成反过来 它会变成比较容易长高牙的状况 那花期比较偏夏天 那通常呢 不带任何的香味 那为什么不带任何的香味 因为本来两个都不会香 上面有剂嘛 你看这个小小黑黑的点 这就是剂嘛 所以表示现在剂嘛 又有一定的数量 所以应该要开始喷个药了 对 因为夏天到了 它那个剂嘛的数量就增多 接下来的温度会提高 所以红蜘蛛啦 剂嘛都会变多 所以如果你在种兰花的话 可以考虑给它一些些的洗碗精 减少它的族群 或者是喷药 去做处理 现在因为天气变热了 这个繁殖速度很快 你会发现那个黑黑的 一个一个跑跑去 那个就剂嘛 好 这个黄蠢真的非常的黄 那因为我这一批是交配型 十森苗 十森苗的优点呢 就是它变异性可能会很高 所以它是自焦的个体 有时候会跑出原本的颜色 是在卖场有看到一个原本的颜色 那个就是自焦苗所跑出来的 那可惜我这一颗不是 这比较可惜的 好 所以呢 如果想要重重看的话 可以在市场上找找 因为它是夏天开 夏天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它 当然如果你去找专业的那种 专门卖蝴蝶兰的原生种的 应该都找得到 它有很多形态 像我还有一颗红色的 还有一颗红唇的 那个体都不太一样 那因为呢 这个经过交配以后 很多很多形态 再去做选择出来 有些唇还会带有 直线条的颜色 不一定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啰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它的照顾方法呢 跟照顾阿婆跟EQ一样 EQ比较喜欢强光一些些 所以如果你喜欢重EQ的话 光线可以给它强一些 没有问题 那阿婆呢 算是正常光 其实阿婆也可以到强光了 就看你的环境 因为之前 像我朋友那边 阿婆种得很好 但它是绝对强光 因为它就是一个 60%的网子而已 就非常非常的强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